其實大家覺得香港特區有甚麼變化 這些變化對於一國兩制的行運致遠的目的 有甚麼幫助呢 不思議 試試試 這四個確定是變化很大 就在發揮震懾作用 令香港社會正常的秩序 社會的穩定 恢復正常 這是立軍見影的 真是立軍見影 我們也看到有一部份人 他們自己知自己事 所以就是退休 引其息鼓 有些人轉逝口風 有些人走人 金天的我打倒昨天的我 諸如此 所以 讓我們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環境 去處理在社會上潛在比較長時間的 基本的問題 所以下去有很多工作要求 不過現在應該說國安法是起到的預期效果 先開個好頭 我覺得自從國安法在6月30日實施之後 其實香港也起了很大的變化 首先在政治層面 我們看到一些之前都很明顯勾結外國勢力的組織 例如香港眾志 他們紛紛都趕在6月30日之前解散 雖然現在之前籌到的錢不知去了哪裏 然後我們也看到很多頭目人物 要是他們就說自己永久退出政壇 好像陳方安心明明 經常都在那裡干預 但不知為何他們突然說不說 很多不同的人 也有些選擇了 可能逃離香港 最近鍾翰林又說要走入美國領事館 因為去年這個時候 其實大家都記得香港是一個什麼時候 我們在黑暴的恐嚇的籠罩之下 其實普通的市民 我們是不敢週六週日的時候上街 因為我們怕會被人私刑對待 暴力焚燒 但現在的社會自從國安法生效之後 很明顯是平靜了 當然除了我們法例之外 我們也要讚賞我們的香港警察 因為沒有他們的執法 有任何法律都是屠然 所以我覺得自從國安法實施之後 現在香港的市民是逐漸恢復正常 另外四個月後的今日 我們見到一些根據國安法的執法行動 亦都開始見到一些根據國安法的司法行動 有些初期的階段 昨天中漢臨上法庭就是根據國安法 所以下去慢慢慢慢 我們可以看到國安法的功效 亦都希望通過這些警方 或者國安處行動法庭的裁判 讓香港市民知道 甚麼叫國家安全 甚麼叫國安法律 他們犯了那些法律的後果是甚麼 沒錯 應該是否有任何地去 那些事ρού 我們要做和平衡 我們要遵復